12月8号的下午呢 房城港交警在街面例行检查的时候 是发现了一辆样式老旧的助力车 那么上前一问了 才知道这辆车在八几年代就已经买了 一直是用到现在 民警看到这么有年代感的车辆 还在路面上行驶 着实是捏了一把汗 交警说交通 交通安全莫乎是 大家好 我是房城港交警王晴毅 今天我们来到东兴市的新华路 和北轮大道的交叉路口红绿灯处 这里呢平常车流量也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交通问题 这个是什么 你念这个给我听一下 自己做自己吃自己吃自己做 比较自食其力的 您这辆车是什么时候买的 八几年买的 八几年 我记得了八几年买的 八十年代的车 八十年代的车 当时的话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记不清楚了 这个车也陪伴您很久了 后视镜也没有了 原来有吧 有 原来有的 后面装的是什么 零配件 配件 是什么东西的配件 修煤气炉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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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一根是什么东西 也是配件 啊也是煤气炉的配件 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嘉宁这个牌这个东西也是换过的 我换过的 没去夹几条的 哦 还不是这个里面 你看啊 你这个光是这个嘉宁这个牌子啊 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牌子了 这后年还拿肥鸟铛加不来的 什么 这后来拿肥鸟铛买来不准夹新的 这个是旧的 这个是新的 这个还是后来才换的 那您换掉的这一点点 这个嘉宁啊 这个都是二三十年的品牌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都是二三十年的品牌了 您换都换维修 更换都换上去的都只能是二三十年前的品牌 你想想看您这个车 历史有多悠久 换了这个也换了几年了 这种车在路上跑太危险了 因为安全系数 你看 后视镜也没有了 那个车前面的大灯也是坏掉之后又自己换过了 为了好您的业务 装了这个铁架子在后面 后面还拔了两个陪伴您风雨这么多年的这个大铁箱 后面你看还摆了这么多这些配件工具 包括前面这里都还摆了这么多配件工具 你看这个车停在这里 我们都已经能够闻到 有一点点汽油味了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所以这个车啊 开在路上太危险了 你看这车到处都生锈啊 都老化啊 基建啊 都已经达不到怎么在路上行驶的这种安全要求了 所以说您刚刚说啦 为了生存 那生存如果连健康都没有怎么谈生存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这样讲您就明白啦 还有 我们以后换了新的载部工具 如果还是这种二轮电动车啊 或者是摩托车的话 咱们一定要专门去买一顶摩托车专用的安全头盔 我们不要不要拿这个这么有本土特色的这种越南军帽 来当那个安全头盔啦 好吗 刚刚我们也是跟这辆助力车的驾驶员这个许师傅聊了一下 从跟他聊天的话语中可以听出啊 他呢对这辆车 还对他这份职业也是满满的情怀啊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咱们车的年代太久远了 使用时间太长了 一定要想到 忍痛割爱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一割 割的不是爱 而是把危险割掉了 把安全隐患割掉了 好 搜 blat 很 две 就是 我们会 э suk 稍微 我有